飛機發信號彈跟廣播 被批評太軟弱 柯文哲更諷刺蔡總統無能 連無人機都不敢依法來棄落 實在丟臉 打信號彈的一個作用並不大 因為無人機上既然沒有人 還看不到廣播也沒有用 其實早在2017年 軍方已明確公告 面對非法侵入軍事基地 營區等攝影 可以使用防衛性武器擊落 第一發先銘槍示警 第二發再朝空拍機射擊 已經不是挑釁 這根本就是親門踏虎 依法它都可以擊落 甚至沒收 國防部至今在這件事情上 沒有作為 我們現在是說 柯文哲更諷刺蔡總統抗中保台 喊得大聲 難道是用石頭護台灣 現在拿石頭丟無人機 那如果你當總統 你會不會打下來 我當總統會不會把他打下來 還未知數 小英是真的沒有能力把他打下來 這是事實 我不會丟臉到用石頭 再丟無人機 我跟你講 早就拿槍把他打下來了 共機共箭 穿越海峽成了常態 演習更是家常便飯 大官活力全開罵對岸 還編了天價的國防預算 但光升一台 小小的無人機 竟然已經讓台灣手忙攪亂 記者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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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台北採訪報導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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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